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1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还记得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阿省夏季重开政策吗 现在阿省首席卫生官指出 该省的夏季重开计划是推动了第四波疫情 阿省首席医疗卫生官迪娜辛肖博士表示 该省7月初取消了所有COVID-19公共卫生限制的争议性决定 被第四波疫情的爆发性奠定了轨迹 现在该浪潮已将其医疗保健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今年5月 省长杰尼·肯尼宣布了政府的三部分计划 即在7月1日之前成为加拿大第一个最开放的省份 他承诺为阿省人们带来有史以来最好的夏天 阿省取消了所有限制 包括禁止室内社交聚会和一般室内口罩要求 结果疫情开始疯狂反扑 人口只有450万的阿省成为加拿大第四波疫情的重灾区 过去多天新增超过1500例 更加可怕的是阿省的住院人数急剧增加 医疗系统在几天内将会达到饱和的状态 为此省长肯尼9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道歉 肯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在很明显我们错了 为此我道歉 肯尼说 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 医院可能会在未来10天内耗尽ICU重症监护病床 周三 阿省有877人因病住院 其中218人在重症监护室 相比之下 人口是阿省三倍多的安省 目前有346人因新冠住院 其中ICU有188人 肯尼说 为了防止持续的危机 我们必须紧急做三件事 首先我们必须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医疗保健能力 其次通过减少与他人的互动来减少病毒的传播 第三 我们必须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省长同时宣布 阿省再次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并立即采取行动 包括实施疫苗护照 以避免医疗保健系统中持续存在的危机 肯尼说 尽管他之前对疫苗护照感到担忧 但现在政府不得不要引入该计划 由于我对隐私权的担忧 但政府的首要义务必须是避免大量可预防的死亡 我们必须应对我们面临的现实 从道德伦理和法律上来说 保护生命必须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肯尼宣布 从昨天起实施以下严厉的防疫新规 一 除非雇主确定需要员工存在 否则在家工作将是强制性的 二 完全接种疫苗者 室内私人聚会仅限于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 最多10人 对12岁以下的儿童没有限制 三 未接种疫苗人士不得参加任何室内私人社交聚会 四 户外私人社交聚会最多可容纳200人 并始终保持两米距离 五 礼拜场所出席人数限制在防火规范容量的三分之一之内 口罩将是强制性的 家庭之间将需要保持身体距离 六 户外活动和设施没有限制 但必须保持两米的物理距离 七 学校所有社工以及四年级及以上所有学生强制戴口罩 八 允许室内儿童体育和娱乐活动 但要求尽可能保持身体距离和戴面罩 除了阿尔伯塔省萨斯科特温省 也是同样的情况 120万人口的萨省周三新增475例 每100万人口的新增比例与阿省其实处于同一水平 萨省同样是提前取消口罩令的省份 16日省长宣布戴回口罩和实施疫苗护照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警告称阿省和萨省的例子提醒我们注意 如果过早重新解封可能面临的后果 并称光靠疫苗是不行的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施博士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如果各省采取行动足够快 COVID-19激增是可以控制的 但同时承认疫苗接种需要时间 他说我们一直在研究这场大流行病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渡过难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谭博士敦促其他省份对这种病毒保持高度警惕 其他省份需要吸取阿省和萨省的防疫教训 就在昨天大温本地媒体都用大量的篇幅 报道了一起移民家庭中发生的悲惨案件 温哥华一名富二代男子在偷钱购买法拉利之后 被父亲发现并随之发生了纠纷 残忍动手杀害了颜迈的富豪父亲 目前这名男子被判处八年监禁 26岁的亚历山大舍瓦列夫来自俄罗斯 1998年随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 并在2001年成为加拿大公民 他家境富有从小过着奢华的生活 就读私立学校热爱旅行 有条件周游世界各地 他的生活质量也是很多低收入家庭 乃至工薪阶层难以企及的 今年4月26岁的亚历山大舍瓦列夫 终于承认自己的一项过失杀人罪 他在2015年3月1日 当时年仅19岁的他 失手杀害了自己80岁的父亲 弗拉基米尔舍瓦列夫 亚历山大舍瓦列夫曾表示 自己的家境非常的富裕 但家庭关系并不和谐 他的父母离婚后 家庭关系更是紧张 他因此开始吸食可卡因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缓解 父母争吵带来的压力 很快他就上瘾了 有了毒瘾自然很难完成学业 他开始变得像那个让父亲失望的孩子 从高中辍学 并开始从父亲的银行账户中 偷钱来购买毒品 日复一日 终于在2015年1月 父亲发现亚历山大偷钱的行为 他被赶出家门 要知道他的家 可是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hop Towers的豪华公寓 离开家 他的心理进一步失衡 生活越发不堪 更加怀念曾经奢华自由 随意消费无压力的日子 2015年2月底 亚历山大从父亲的账户上 偷偷转走了10万加币 用来购买法拉利 他实在是太喜欢这辆豪车了 太想拥有它了 但很快 父亲就发现了他的行径 愤怒难饿 在父亲的豪华公寓里 父子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且这种争执很快就从普通的争吵 变成了知己冲突 亚历山大暴怒之下失态了 他掐住了父亲的脖子 要知道 老父亲有很多健康问题 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然后失去了生病 死因被确定为 颈部受到外部压力而窒息身亡 如今 这起案件终于宣判 亚历山大领刑8年 其实最初 在2018年6月 他就已经被BC省最高法院的 一个陪审团认定 犯有二级谋杀罪 但在2019年8月推翻定罪 并下令进行重新审判 可亚历山大没有选择继续审判 而是在James Williams法官面前认罪 在周三的判决中 Williams接受了 政府和辩护方 关于量刑的联合意见 法官说 在法庭上看到这个案件是悲惨的 死者是一位老人 他的余生被扼杀了 还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 儿子在犯罪时是出于自卫 或受到威胁 他称这种行为是 惊人的不负责任和傲慢 显示出相当大的品格缺陷 但法官也表示 他能感受到亚历山大犯罪之后发生的变化 他已彻底改变了生活 现在是一个相当不同的 更好的人 他的回忆是真实的 亚历山大在法庭上的一份 简短声明中说 我想再说一遍 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对我的家人造成的可怕影响 感到无比抱歉 我真的很爱我的父亲 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 法官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在给予判前 积压并遵守严格的保时条件后 简为五年零四个月 本周BC省的疫苗卡系统已经生效 BC省民可以通过政府官网注册 上传疫苗接种信息 获得疫苗卡 对于在加拿大境外接种疫苗的人来说 BC省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批准的COVID-19疫苗清单 来决定是否建议 在该省接种额外的疫苗 BC省的疾控中心官网CDC 明确列出了七种WHO批准的疫苗 分别是 辉瑞 莫德纳 阿斯利康 COVID-SHELD 强生 以及两款中国疫苗 国药和科兴 如果你接种的疫苗不在上述清单 那么你才需要通过注册 BC省的疫苗系统 前去接种额外的两剂疫苗 如果你接种了任意两剂 WHO批准的疫苗 包括混打 那么你完全不需要再继续接种疫苗 你只需要通过BC省疫苗注册网站 上传你的疫苗接种凭证即可 CDC官网举例说明 如果你接种两剂WHO批准的疫苗 但它们并不是加拿大批准的疫苗 比如科兴或国药 那么你也算是完全接种 不过你依然可以在BC省 接种一剂额外的mRNA疫苗 因此接种国产疫苗的BC省华人 完全可以放心 你们完全不用接种额外的疫苗 也可以成功注册获得疫苗卡 根据一项调查指出 加拿大工资预计会被调高 雇主预期2022年的平均工资增幅为2.5% 调查指出 扣除部分公司冻结工资加幅后 估计2022年的平均工资增幅为2.7% 由Lifeworks进行的调查显示 受访雇主对加拿大经济前景越来越有信心 包括冻结加幅在内 2022年工资增幅为1.96% 但即便如此 工资加幅依然跑输加拿大通胀 从而令工人的消费力下降 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公布 加拿大8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按年上升4.1% 是2003年3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调查发现 贸易行业的工资加幅将会最高 不包括动心在内的平均工资加幅为3.1% 其次是建筑住宿食品服务及讯息技术业 估计平均加幅为3%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王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